四川亚安发生七级大地震 伤亡人数是不断的在盘升 亚安地震和当年的汶川地震过后一样 中共当局是再次的阻止民间的救灾 20号地震当天呢 首先赶往亚安救灾的这个民间团体六四天网 一行四人就被当局拦截 负责人黄岐在获释之后表示说 当局拦截他们是因为害怕暴露中共的豆腐渣工程 黄岐21日晚上向本台证实 他们四人20日抵达亚安救灾时 遭到亚安国保支队数十人拦截 扣留其后被押送回成都 他分析当局拦截他们的目的 是害怕他们揭露中共豆腐渣工程 事实上 今次亚安地震造成大面积的房屋倒塌 比如镇央农门县99.9%的房屋全部倒塌 都再次说明川阵后重建房屋依然存在豆腐渣工程 拦截我们的目的主要就是为避免我们曝光512重建工程 发生回程的情况 现在对此地震灾区发生不少房屋垮塌 有很多512之后的房屋 这部分房屋当时按照官方的最织打案 基本上都是抗霸击地震的 而现在七级地震就让这些房屋垮塌或者受到损毁 对此官方一个很不体验的事 今次被拦截 也让重病再生的他病情加重 房屋强调还会再前往雅安 并要求中共当局允许民间参与救灾 新唐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r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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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o